为什么你初中的校服会穿在黑人小哥身上吗 一个非洲小伙穿着成都七中的校服 这让我仿佛以为这所知名中学 已经教分校开到了非洲 走向了世界 不光是成都区 中旅头幼儿园 凤布市师范中学 惠东之中 嗨 这些不管你听没听过的学校 他们的校服都到了非洲朋友的身上了 这里我想说的不是教育全球化的问题 而是告诉大家一个有意思的产业 就是就医回收 为什么这么说呢 看完这期视频你就会明白了 为什么这样带着中国字体的衣服 正在成为当地独特的文人景观线 这些衣服可能来自于你家楼下的就医回收箱 也可能是你一块钱一斤卖给就医服回收的小贩 那么为啥非洲精神小伙都热衷于这些就医服呢 其实无外乎于便宜 方便 质量好 非洲某个国家光每年进口二手服饰 鞋 配置就达到了十万吨 当地有不少人靠卖旧衣服捞到了金 甚至有人铤而走险 走私二手衣服来赚钱 在中国做生意 赚到大钱的永远是上游 通常回收流程是这样的 做旧衣服 回收企业 把衣服收到工厂之后 会根据衣服的质量和地区 先订好价 之后再转手给工厂 按照东装 下装 毛衣 羽绒等 流向各个出口的厂家 再进行利用 最后出口到非洲这样的地方 在国内已经几毛钱收购的二手衣服 经过一轮又一轮的运转 在非洲露天市场就完成了蜕变 一件衣服可以卖上几十块钱不等 在黑人小哥那里呢 从中国进口二手衣服本来就是公开的秘密 当地的市场每天都挤满了 钱来逃货的批发商 只有跟老板关系好的人才能知道中国到达的货 第一时间能得到消息 你说这是不是财富密码 就算你当个中间商也能赚到不少差价 旧衣服回收其实是一个经济在循环的过程 是个好生意 共享经济就是这样 循环经济也是这样 非洲满大街的二手校服是现象 但也是社会发展过度的随影 毕竟我们也是这样过来的 几十年前的我们不也穿着各种外貌服装吗 你的旧衣服是如何处理的呢 我们评论区见吧